師傅你還記得上一集我們做的那個 硅膠生料袋嗎 請證明 矽膠生料袋 不然會很生氣 師傅我跟你說 後來粉絲團就有人密 他有一個 一千塊不到的加壓馬達 不知道力不厲害 想要請我們試試看 於是乎呢 我們就買了這一台 各位朋友 智能直流渦輪變頻增壓 蹦 一台不用一千塊 直流變頻馬達 沒有個兩三萬 你隨便是買不到的 這麼貴啊 真的啊 一台本來就不便宜啊 而且我跟你說 它上面標榜喔 大流量 高壓力 垢命長 低噪音 高揚程 厲害了 感覺 該會的不該會的 它都會了 遲遲不把它拿出來 是怕家醜外揚嗎 沒有 先讓大家看一下 多麼的 多麼的精緻 豪華 我跟你講更厲害的是 它的說明書寫 真的非常的詳細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能翻開是嗎 就這樣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說第二月嗎 我想說到疲疊 它可能要這樣翻 哈哈哈哈 包裝打開裡面 一組它的電源線 支流變壓器啊 它的body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哇 好了 沒有東西了 就這樣 機器的背後 這硬 然後水流彈進去 然後這是out 所以看起來 它的馬達的本體呢 其實就不大 就是這個大小 然後一顆 其實不重 蠻輕的 差不多兩三支 iPhone15加起來的重量 大家應該還記得 以前我們做過那個 小蝸牛的影片嗎 葛蘭富小蝸牛 那我們今天呢 也基於好奇 我們看它到底的能耐 沒有啦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要去 DIS台或是什麼 只是說因為它強調說 它這樣的功能 欸那我們就來 買一個來試一下 看看這個到底差別是在哪裡 好在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我們的實驗 我們的熱水器有沒有 在入水之前 我們先把它攔截下來 來測試這個在原水 進了目前的流量 因為這後段呢 我們就直接接了這一支shower 就是說我們先來量測 這個原始的流量有多少 在沒有增加任何的加壓之前 那接下來 我們還接這一支 葛蘭富的小蝸牛 我就拿它當基準去對比啦 對對對 其實因為我們目前現在大部分 常常用的 包括我自己都是用這一支 光標 寄過去了 欸 反正這樣剪掉 我都用某牌 絕對不會是這一牌 再來我們就會 登場我們今天的這支主角 一樣 我們會把它串接在這個水路上面 直接接shower來看一下 它的流量 能夠直接幫我們帶來 有多少的爭議 那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加壓機就是由馬達去推動 那馬達的時候 如果是在空載的時候 跟有負載的時候 有沒有差別 有可能有差別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前面 要在進熱水器之前 原水先知道我們的基準值是多少 接下來 兩組馬達進行空載加壓 後段是沒有這個熱水器的 之前我們是不是有一集 把它切開來 裡面的構造 彎彎嚴嚴 有很多的組織 就是為了要 停留這個時間長一點 火力加熱熱水才會熱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件事情忽略掉以後 取得三個素質 以後 我們再把這個水管把它接回去 在加壓的情況底下 我們來看 經過熱水器的以後 它的出水的情況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而且我們也把加壓機關掉了啦 對 好像是純粹自然水壓 然後我現在把它打開 經過這隻增壓的蓮蓬頭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的流速大概是5 好的接下來我們來增加一個 葛蘭芙的小蝸牛 看看一下圓水會Buff多少 好 那現在我們這邊檔位小袋自動 好 那我先送水 讓裡面不要有空氣 避免一些作業上的會產生一些問題 像我們串接了一隻小蝸牛以後 理論上它的水組織變高了 所以它的流量應該是要下滑的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 未送電之前4.65、4.7 所以代表水組織這件事情是真的 那現在我們需要送電 好來喔 請送電 送電 喔有耶它有彈出去耶 對馬上彈射對不對 你看瞬間變成7.27 7.5 7.5 它可能中間還有一些先讓它運作一下 7.7 在空窄的情況底下它多了3 那這樣子我們換下一個 我們來看看它多少 3.9 3.9 這麼小一個水組織其實不低耶 而且持續下滑中耶 3.85 不然我原本以為很重的那顆 應該水組織很高 會比較高 結果這個完全出乎我意料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攝影師 直接幫我們送電 好 送電 哎呦 很強耶 8點多耶 喔好強喔 8點 喔10耶 可是它的聲音稍微比較大 它的聲音很奇怪 這低頻聲很大 現在它目前的流量是穩定10.73喔 我跟你講這一款你可能要賣爆了 那現在我們先把建置變成是說 經過這個安裝進去到熱水器 然後再透過這邊的熱水軟管出來以後 我們直接來看它這個流量有差多少 好來 送水 3 很小啊 超小 只剩3 3一樣的小 簡稱 小3 很好 我們要優化一下 不要說是因為這台 這台哪一台 師傅每一台都這樣 好爛喔 蛤 沒有吧 每一台都這樣啦 我告訴你 每一台都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說 哎師傅我冷水開起來很漂亮 怎麼熱水流量這麼小 當然你自己看嘛 水就先打6折啦 要講什麼 好 它現在一直穩定在流 我們就要算它3.2 OK好 那這樣我先把它關起來 準備要來串接我們的 夾壓機了 哇 弄不下來 哇 真的是很 有個地方要跟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這個地方會多接一條管子 透過中間這顆外牙的這個六角的接頭 來做一個顯接 為什麼呢 因為待會我們的夾壓機尺寸非常的大 如果你用原本的管子 它可能能夠接進去 所以喔 待會裝夾壓機的時候都會搭配到這條管子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來測試看看 這有多少 這個水量 確實小很多啊 小很多齁 很明顯 3.12 正在校正當中 好 現在就是大概就是只有3.17 你可以算3.2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要裝夾壓機 3.07 3.12 幾乎喔 所以它有點空氣還沒有 還沒有排完喔 還在跑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請攝影師幫我們來送電 來 請送電 好 送電 所以目前停在5.5左右 好 請幫我們算電 好 謝謝 現在就要見真章了 見真章的時候 什麼意思啊 刺激的來了 1000塊 智能DC直流變頻 我們加壓蹦 那到底有沒有蹦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也是一樣 先送原水 現在這個大概只有 207 2078 跟剛剛葛蘭富的空仔 一樣是比較小的 導致它的水流量是比較不理想的 現在我們即將啟動 命運的轉盤 請啟動 啟動 我跟你講完了 完了嗎 射超遠 誰完了 射超遠 你快射到葛蘭富了 你看 各位流量 8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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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點19 還在上升中 哇 哇 哇 8點16 OMG 這個完全疊破我的眼鏡 師父 整個實驗做完了 你知道嗎 這是我第一次做完實驗 有一點點笑不太出來 師父 因為跟我預想的有一點落差 因為我內心其實是希望說 會有一個比較博重之間 或甚至有一個品牌上的一些優勢 但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必須坦白講 剛開始我是根本完全不相信說 這種1000塊以內的東西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水準跟素質 做完了以後 坦白講我會覺得 哇非常的驚訝 讓我覺得很震驚 原來他不需要到這麼高的費用 他可以提供這麼強大的performance 因為以往來我們會認為說 像馬達這種東西 可能在有主抗的時候 或是有主力的時候 他不一定推得動 結果你沒有想到 空載就已經下下給我 從5公升 變成10.7公升 結果呢 當我們有負載以後 原水大家整個的流量都下降了2 我跟你講他也只有下降2而已 感覺不到水組織對他的影響 師傅我覺得我回過頭來講 你看到他的這樣的一個表現 你敢用在服務客戶這一端嗎 對我來講齁 這樣的產品的定位 我會比較喜歡把它定位在 假設你喜歡自己DIY 在家自己做 我會蠻鼓勵你的 那對於我來講 我可能會有一些我的考量 那我可能就不會去選擇 把這樣的產品去裝在客人的家 因為第一個 比如說以葛蘭夫來講 在台灣他有這個有代理商 但是這個東西在淘寶上面 其實我們不知道 從什麼管道進來的 如果萬一產品出事情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的產品責任在於哪裡 不確定是個問號 我還是會比較走向 需要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售後服務的一個商牌 因為坦白說我們每次實測 都會面臨到一個非常囧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辦法去測時間拉長的話 不管是效能的下降 或者是整體的運作狀況會不會下滑 或者是說他的這個壽命 你大概連續使用個15分鐘以後 這流量從剛剛的8連16 瞬間剩下5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這台小G沒有經過長時間的考驗 即便他現在表現得非常好 也許明天就不是這樣了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這個東西 真的會有些差別 你看喔他這個東西在蝦皮上面 琳瑯滿目看起來都長得很像 但外包裝或是他的設計上面會有一點不同 你買到的跟師傅今天測到的 會不會有一樣的結果 像另外一個問題 在新竹水購特別重 那這個東西的壽命如何呢 我們也不得而知 對因為你會發現喔 我們還沒有開加壓的時候 它的構造出來的水量 它就是比較小 確實是 那或者甚至說 有時候你可以去這個淘寶上面看 選擇也更多 那有機會我們再找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店的內容 那如果對於這個加壓馬達 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有不同的經驗 都歡迎在我面的下方留言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進去準時收看Youtube的宅水店 掰掰 掰掰 你們加壓嗎 喔不對你加壓馬達了 你加壓已經有全球部加壓了 我那個已經洗到會痛了 我們再默默再幫他裝這一台的 那你把他建議打開 怎麼會越來越強 God damn 有點厲害 好強喔 10.68欸 哇 哇 哇哇哇ался 這個顛簿你的師父 來個表情伴吧 請對於你對他不尊重的地方表示道歉 很難過 很難過